那这阿里云这我可以带你们去看呀 我这个阿里云呢是有现成的账号的对吧 那这块呢就有是吧阿里云是吧 上云就上阿里云对吧 这就是云平台吗对吧 那这块真是他这样的一个页面对不对 什么注册什么是不是都是免费的 然后我们要买的时候应该买啥东西 买云服务器 因为阿里云呢他现在的服务很多 对吧 那这块呢需要登录一下 我这账号也不知道对不对啊 点一下登录 完了不对了 不对了 我这块我拿手机扫个码登录一下 如果你们谁有服务器也可以帮我扫一下对吧 因为咱们这块网速不快 我看这网好像都是什么寄网 那我这块呢应该扫描成功了是吧 确认登录啊 那这一扫描的时候就登录上来了 哎怎么还没没过来呢 有点卡就对啊 然后这个左边的话有全部导航对吧 然后这就有什么产品对吧 然后产品里面就有什么弹性计算 看我们选的都是第一个 然后里面有一个叫云服务器ECS 那就是什么全面是吧 覆盖多场景需求的高性能云服务器 那我们就选这就OK了 是吧 大家在买的时候就买这个也可以了 然后这服务器呢 你可以选择是吧 立即购买 对不对 当然我现在不会买 因为我已经买过了 然后你们在买的时候干什么呢 你搜一下就是什么 阿里云是吧 免费六个月 你百度一搜 他就有那链接 你去买一个就可以了 是吧 每天十点 记得你抢一个啊 啊 上午十点上午十点 然后这边呢 就可以选你这个设备了 什么包年包月 暗恋付费 净价实例 对不对 有些好的设备 对吧 可能需要你抢 对吧 然后大家去预设 你假如说咱们在北京 那你就可以选一个华为区的 对不对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选到什么 随机分配 对吧 再之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个配置 CPU的配置 那你就选一个最低的 就一个CPU的 对吧 然后内存呢 就啊 现在还居然还有0.5的 对吧 有点太可怜了 对吧 你也可以选个0.5的 对吧 但是你可以正常来说选个一季的 就可以 对吧 然后那接下来呢 什么实例规格就不用写了 然后这边呢 这是不是有好多好多种啊 那你选一个 呃 选的时候你就选啥呢 选一个便宜的 对吧 选一个什么通用的 对吧 通用的就行 然后这边是不是就有了 什么内网收发包2.5级主品 这个太高了 买一个最便宜的 入门节共享是吧 这就便宜了 你看这是不是就500多啊 对不对 但你们用学生质买的话呢 应该就是9块9 和他这个配置是一样的 对吧 或者说呢 你去抢一下 抢到的就是免费的 然后再接下来那会就告诉你 你给远端的这个服务器 选一个操作系统 那什么 游帮兔 对吧 因为咱们使用的是不是游帮兔啊 再之后呢 选下版本 版本选哪一个 16.04对不对 64位 是不是 给大家发的上方 发的是不是也都这个 但接下来呢 还有什么 那个系统盘 是什么盘 高效云盘 40G 是吧 40G的一个云盘 然后这都是固态硬盘啊 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 然后最后你就可以 下一步了 那下一步这块呢 就还有其他的收费方式 对吧 那上面这就有了 是吧 什么 专有网络 网络组这块 你就不用去改了 使用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这块呢 分配公网IP 一定记得勾上 就说他给你个外网的IP 也就是咱们 谁都能访问的IP 如果你不选 不勾这个的话呢 价钱还是一样的 但是呢 在外网访问不了 只能通过他指定的方式去访问 所以这块呢 一定要勾上 再之后再宽一照 不用改 安全组呢 用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呢 确认订单 去下单就行了 确订订单 那我这块就不用再下单了 因为我这里面有服务器 那我们打开我这个服务器 打开我这个控制台上 控制台上呢 这怎么还有紧急事件呢 谁攻击我呢 啊 看一下啊 没事啊 这个我这里面就讲课的一些东西 没有别的玩意儿 可能有的学生 拿我这个服务器练手了 对吧 哎不是 而他系统呢 和咱们没有什么关系 是吧 那么近期待处理 也是他这个 就是系统漏洞啊 和咱们没关系 对吧 然后可延后修复 未修复 也可以勾上去修复 对吧 什么验证忽略 咱们这就不修 不修复 这里面这个默认的问题了 因为我这个本身也是空的 那咱们把这个服务器 回退过来 对吧 回退过来之后呢 这块是不是就有服务器数量啊 对不对 是不是 不说再回退到咱们再前面 是吧 控制来着 这有系统漏洞 有什么事件 对吧 就不用管他了 之后我们做一个事情 那找到我这台云服务器 对不对 把这块这部路展开 是吧 云服务器 ECS 找到之后呢 这块就有总数量一 运行中一 对不对 那找到这个服务器 那他在哪呢 对吧 云服务器 是不是在这呢 点击他 我这在华东区 对吧 你点那样 然后在这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台设备 对吧 这台设备 这是什么实力名称 然后这有标签 接下来呢 什么监控的吧 这是监控着呢 再之后 所在区域 华东区区对吧 然后接下来 他是不是有IP啊 IP呢会有两个 一个是公网IP 一个是私网IP 对不对 那公网IP呢 就是这个 121这个 对吧 那这 我们以后呢 就用这个去连接 因为咱们刚才在连接的时候 咱们是用XSYP连接的时候 第一步起名的 第二步是不是就连接主机啊 对不对 你连的时候就把这个 公网IP 给它粘过来就可以了 到时拿这个公网IP 去连接 当然我这个里面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东西 有一个小项目 是咱们 学完Linux之后 下一阶段做的 那比如说 什么东西呢 你看我这个网 这里面应该有一个东西啊 有一个 有一个项目 就是正常的来说 咱们做Web时候做的 刷新一下对吧 因为这个是 给它定制成了 手机版本的 咱们这个这个电脑上 直接看可能 样式有点差异 看那现在来看 是不是就好多了 是不是 把这个Chrome 6.7调成了什么 是不是手机模式啊 是不是 那这话 你看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咱们后面要做的一个项目 是吧 这个项目呢 就是部署在阿里云里面的 咱们学完了 可以把项目 部署在远端阿里云上 对不对 以后咱们就都会做的 你每个人都会有 有一个什么 都能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 是吧 甚至可以做的更复杂一些 这玩意儿 让人看着有压力吗 有 没有 这有啥压力啊 你们以前的学编程都没有问题 对吧 后面就这小项目 肯定也没有啥问题 对吧 你们前面做项目了吗 没有 没有 但是倒是这个应该 就是咱们的第一个项目了 对吧 就争取一下子 给它搞定 对吗 不复杂 那这块呢 找到这服务器之后 咱们是不是可以远端连接它呀 远端连接怎么连啊 在这儿是不是 主机也指定好了 那你来到用户身份验证着 那是不是输入你这个 Linux在创建时候的 用户名义码啊 对不对 那我这个用户名义码呢 就直接写了啊 然后呢 我就可以来连接这个 阿里云论了 对不对 然后连接 那这块你看 我这个是不是就直接连接上了 什么巴尔科姆图 阿里巴巴 可辣的了 是不是 那这里面你看就 LS 是吧 你是不是就可以查看我们这个 这些目录了 PWD 是不是 但是我这个摸这 你看 咱们先给大家说了 Dollar 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 普通用户 对不对 那我现在这个请号代表什么 是不是超级管理员 系统用户啊 对不对 Root用户你看这个前方咱们说了吗 是你这个用户名 那咱们写的是Root 是不是 那这个你看连远端的和连本地的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区别 对不对 那无非就是远端那个有一个人帮你看着他 然后他天天在那一直运行着 是不是 别的区别没有 对吧 咱们自己在用的时候呢 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是通过这种远端工具连接的话呢 就都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我连你电脑的 你连我电脑的 或者说咱们一起连阿里云的 操作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界面实际上是不是就全程黑中端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把这个软件发给你们 这个Xshell这个软件 然后一会儿呢 咱们可以连一下 你可以连一下我这台电脑 对吧 看一下能不能连上 对吧 Xshell发给你们啊 我的网线呢 这个手的一根线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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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你把这FFH发下去的吧 你自己远端的来连一下 然后自己简单的去打打指定的吧 然后如果咱们同学有想做双系统呢 这个软件我也一起发给你们 这块有一个叫做 U U 你握手USB 因此偷了呢 这个软件呢是专门用来制作这个安装镜像的 我可以给你先执行一下 这个东西你就要同意它的协议对吧 然后呢 这个第一块选择一个什么 USB 你要做的这个系统对吧 那这块就选择U-BONTU对吧 然后再接下来第二块选什么呀 选一个ISO镜像 ISO镜像给你们了吗 是不是也发过发给你们了 然后第三个就选啥呀 选一个USB设备 当然我这电脑上没有U盘 你插上U盘之后点Create 就傻瓜式制作 直接制作好了就 然后你在制作好的之后 干什么 把它插在你的电脑上重启 NF12 或者说什么扣这个小按钮的吧 让它进入快速启动模式 你就可以干什么 将它切换到咱们这个安装模式了 对吧 你然后你去安装系统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在安装系统前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因为你们可能会尽量出现 误操作 你把你重要的数据备份 对吧 你千万别把论文啥的突然搞没了 对吧 那到时就尴尬了啊 然后把这个常销发给你们啊 咋了 感觉和以前讲课的方式是不是有点差别 啊 有差别吗 应该也没有差 对吧 电脑差别比较大 以前不是用这个电脑吗 对啊 那有啥差别啊 你说这个训练机是吗 后面会越来越快的啊 这只有一阶段是慢的吧 这个你需要适应一下 因为如果说 这样给你举个例子吧 如果我讲的慢 那意味着一个事情 如果在相同的时间我讲的慢 那就意味着肯定有些东西在少讲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啊 呃 四小时的吧 那我快点讲能讲十个指点 慢点讲讲六个指点 那讲十个指点 你说你可能学的时候比较累一些的吧 但没关系 你吸收了八个 那你 你的收入是不是八个呀 那假如说我讲的慢 然后你感觉你听着很开心的吧 只讲了六个 你就哪怕你全吸收了 你才吸收了六个 你说你是第一个转了 还是第二个转了 十个里面你吸收了八个 另外一个就是我讲的慢 你吸收了六个对吧 你说你是吸收六个的转了 还是吸收八个的转了 六个 显然亏了对不对 所以啊 你就尽量多的去学对吧 那上午不说了吗 你怎么努力 他都是不过分的 对吧 插上 这里面呢 也是一个压缩包 然后里面有一个 一个安装包还有一个激活软件 对吧 把插上自己去装上 然后把这个插上 能给你们也是做成种的花下去 电脑这个问题啊 就硬件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的话 自己想办法 对吧 然后感觉卡呢 就把它干什么 装双系统 双系统会好一点 对吧 然后如果你装完双系统 记得一件事情 在你的双系统里面 是吧 在你的Lineus里面 你要做一个事情干啥啊 把你的这个 VC装上 你别到时候 你装完了之后 你发现你不能和我同屏了 对吧 那也尴尬对吧 那这话 人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作业 一共的作业都有啥 对吧 第一个作业是阿里云 那个服务器的问题 对不对 第二 如果没抽到的同学啊 没有收到咱们发自种的同学 找周边同学要一个 对吧 第一个 注册一个阿里云服务器 咋这么多没收着啊 然后 呃 第一步呢 是注册这服务器 第二步干啥呢 嗯 就是搞定开发环境 环境中呢 除了咱们先前所说的 除了先前说的 你还要做一件事情干什么呢 就是安装上VNC 是吧 环境你配好了之后 一定要记得安装VNC 对吧 自己去查查VNC咋装 对吧 一个基本的能力 如果你装不上到时候 你也可以问我啊 嗯 然后再接着干什么呢 嗯 系统装好对不对 然后之后呢 就是远程连接练一下 那你们可以做一个事情是吧 你连我的电脑 我连你的电脑 对不对 看能不能连上 当然你自己先测一下 我自己连自己的这些电脑 在连的时候呢 实际上他只需要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第一个谁拒绝拒绝 第一个参数是啥呀 是咱们这个 是不是远端的主GIP啊 对不对 那这块呢 想获取远端主GIP呢 有一个指令 叫IP可费 然后里面就可以看到了 第二个话呢 就是用户名 第三块就是密码 把这个问题搞定 然后就可以远端连接了 再之后呢 把常用命令 咱们刚才打那几条指令 自己再去打打 对吧 练习指令 那这样呢 就OK了 这个的是咱们今天的一个主要任务 你争取能带咱们今天放学前搞定的吧 但是我估计99%的人应该是搞不定的 对吧 要干什么呢 假期这三天把这个事情是吧 给他搞定下来 对吧 然后到时咱们回来可就直接去用 直接打指令了 对吧 就不再次给你一个个去说去等你了 是吧 把这东西呢 给你们打包